一起來關心天氣了 台灣還是會在西南風的環境之中 中南部還是會有一些短暫陣雨 或者是雷雨的天氣狀況 但是由於整個西南風有減弱 所以說中南部的局部降雨 會比起昨天再少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雨區預報 其實夜今天早上 最主要降雨是沿海會比較明顯一點 但是午後要注意了 午後的部分會以山區的熱對流為主 其他地方就都是多雲倒情的天氣 那午後會有一些局部短暫雷震雨 就提醒您要特別注意 像是在東半部地區 還有在北部山區這邊 雨可能會下得稍微比較大一點 一定要多留意了 而在溫度部分 各地高溫普遍是31到33度 沒有降雨的時候偏悶熱 還是提醒您一定要多喝水 避免中暑了 繼續提供您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在北部地區 自隆 台北 新北 最低溫是30度 最高溫會來到33度 好 在桃園 新竹 苗栗 最低溫是30度 最高溫會來到33度 在台中 彰晃 南投 最低溫是30度 最高溫會來到33度 好 雲林嘉義 台南 最低溫29度 最高溫會來到33度 高雄 屏東南部地區 最高溫會來到33度 在東部地區 宜蘭 花蓮 台東 最低溫是29度 最高溫會來到32度 好 那麼在外島地區 馬祖金門 澎湖 最低溫是28度 最高溫會來到34度 ,但是 康復 旺激 突然 被也被問 fills 感谢观看